一心一 为我们台湾人民打拼 一心一 擦亮我们中华民国的招牌好不好 35万韩朝鸿海从白天嗨到晚上 9月8号韩国瑜用无人能敌的 号召力一举扫荡蓝天犹豫 戳破了刻意引造的低迷谎言 也让分裂分子慌了手脚 我们要请吴主席 4月份拿的是荣誉状 如今郭台铭却在韩国瑜造市场 两天后连同柯王跑去中选会 话好荡荡只为脱党 之所以狗急跳墙 这是因为民调已经连三周下滑 即将跌破两成 表面是声称同盟拖延 实则是蓝军归队已被边缘化气保 基层呼吁一旦联署当机立断出展 以免让绿营得力 郭台铭的参选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拿出明快的动作 避免让媒体还有相关的文宣 去做很多的文章 会伤害到韩国瑜的选情 9月10号通过幕僚 营造脱党参选打算 随后9月11号 郭台铭再分头先去新竹同台科批 再到立法院会面王金平 大动作表态合体凸显心急 为了参选成为史上寿命最短 仅仅5个月的荣誉党员也在所不惜 党中央也无需再客气 当危机参选成为事实 党既开闸就成为义务 这个没有例外 当从眉来眼去 已将成为公然政治外遇 党中央也无需再烂情 一刀两断 顺应明义 见许立鹏 张雨萱谈不倒